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我们换一个录制视频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仓库 也是我们的办公室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 这是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小桌子 这个是我妻子的办公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我的位置 很明显我的位置不太重要 然后东西也非常的乱 我们是做化妆品批发和网店零售的 我们办公桌上很多东西都是捡的 包括这个椅子和这个椅子 都是在韩国的一些小区里面 是韩国人不要的 但是看起来还挺新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是我们扩大了以后 新租的一个办公室 它一个月的月租金是 6000块钱人民币 也就是100万韩币 然后押金 所谓的保证金是 1000万韩币 也就是6万块钱人民币 保证金在你不租的时候 它会退给你的 这个工位是我们雇的一个R吧 就是相当于一个小时工 一个小时是给它8000块钱韩币 8000块钱韩币就是48块钱一个小时 每天要工作大概4到5个小时 有时候是6个小时 然后这个电脑我们买的速度很慢 但是一体机三星的 但是它这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因为它很便宜 大概40多万韩币 2400块钱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有点慢了 大家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的乱 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收拾 工作起来之后 连喝水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一共是大概有46瓶韩国瓶 相当于150瓶中国瓶到200瓶中国瓶 这是我们囤的一些货 成乡的都是面膜啊 化妆品啊 洗面奶啦 或者是彩妆一些口红 一些腮红 一些眼线笔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打包用的小盒子 要给客户发货的时候 打包用的小盒子 这是我们打包用的工位 就是网盒里装化妆品 然后发给韩国的客户 还有中国的客户的打包用的地方 这些架子上都是我们囤货的化妆品 种类还是挺多的 我感觉一共卖的种类大概有上千种了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韩国生产的东西 也是在韩国比较主流的东西吧 韩国人也比较认 中国人也比较认 最近我们也开设了美国的 日本的 还有新加坡的网店 包括加拿大的网店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加拿大的网店现在发货的话 是发不过去的 因为加拿大的邮政已经停止了 所以加拿大还是发不过去的一种状态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库房的情况 我们搬到新的库房 大概才两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 当然我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现在是2020年的5月10号的凌晨三点钟了 我们还在加班工作中 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再过十天就是我自己过生日了 希望能记住我自己的生日 也希望我妻子能给我买个礼物 我知道我不提 她也不一定能记住这个事 好吧 下面我就在工位上 继续给大家直播 这个我们的库房就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 我先打开 所以我们下方就要打听到 这个忍苗